我看过一个视频,二十几岁的少女被带到实验室里,被殴打,电击,注射能引发剧痛的毒素。那视频经过删减,只有一个小时。可少女一直坚持了六个小时才断气。 她是个调查记者,有这样的下场,是因为碰了某些人的蛋糕。她叫邱小玉,很久以前,她是我的爱人。2018年7月14号,我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晚点,凌晨三点才落地。一开手机,就接到师兄的电话,她说赶紧来宝山医院,现在。 我说怎么了,你先说明白。小玉,她说,小玉出事了,我的耳朵嗡鸣起来,头痛欲裂。那天,是我和邱小玉恋爱的三周年纪念日,如果飞机不晚点,我会在午夜时求婚。凌晨四点半,我在医院里见到她。 蒙着白布,裸露的皮肤惨白,手握起来,冰冷,坚硬,完全不像小玉的手。 但尸检报告上写得明白,邱小玉,下午六点十分,在清河路和文硕路的交叉口,死于车祸。 是货车,司机疲劳驾驶,没减速就,李同,师兄忽然狠狠抓住我的手。 而我的手,眼看就要掀开那蒙在小玉脸上的白布了。 我说,松手,李同,最好,别看,我哽咽着,说,松手。 她不再拦我,我缓缓掀开了白布。 她还是很漂亮,眉眼柔和,像每天早上赖床的时候一样。 只是,脖子上似乎有个伤口,而那伤口,再向下延伸,越来越深,越来越大,将她的整个身子完全摧毁了。 我跪在地上,心向被刀子刺穿了,眼睛很痛,却没有眼泪,嘴里也发不出半点声音。 纪念日是不是忘了? 明天得给我补回来哦,我知道这是幻听,因为这是小玉给我发的微信内容。 一生的最后一条微信,我和她的所有故事,竟然结束在这么不起眼的一句话上,忽然我喉咙一紧,呕出了大口大口的胃液。 疲劳驾驶,去你妈的疲劳驾驶,我在警局里喊着,要不是师兄一直在后面抱着我,我会砸了那的一切。 李先生,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,但请你,你理解你妈。 你让我见凶手,现在,不行,这是谋杀,你们瞎呀。 李先生,确实没有任何证据,证明他有预谋的杀人。 所以,这就是疲劳驾驶,你混蛋,你说什么,我说你混蛋,我正开了师兄的手,指着那警员的鼻子,你他妈什么都知道。 你跟我撒谎,你他妈混蛋。 突然那警员一步抢上来,擒住我的手,瞬间就将我按倒在地上,用膝盖顶紧了我的脖子。 他挑衅着,你再说一遍,你他妈,混蛋,这句话之后,我听见了骨节咯咯的响声,再也没法喘息。 我感受到自己的手,被反捡着靠在了一起。 你辱骂公之人员,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役,说完,他仍没有松开的意思。 全身的力量仍在我的脖子上,直到我晕死过去。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冲动,至少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应该。 但我很清晰地看到,那警员在说出疲劳驾驶几个字的时候,在笑。 晕死之前,我愈发肯定了。 这警员,乃至这整件事,都不干净。 被拘留之后,我没有停止调查和上诉。 可奇怪的是,当年所有的信息全消失了。 车祸的路口监控坏了,肇事车辆被报废损毁,直到四年后,我连肇事司机的姓名都找不到。 一次喝酒,师兄跟我说,别再继续了。 四年了,这四年你老了十岁,哥,这是有蹊跷,小玉他是被害死的,然后呢? 你查得到真相,那就不查了吗? 我问他,那就不查了吗? 那就不查了吗? 我拍着桌子,那就他妈不查了吗? 那天晚上,我回到家,看着家里的一切都还和当年他生前一样。 我愈发难受,想大哭一场。 却又觉得,哭死在这儿,也不会有人安慰我了。 忽然,一个手机铃声在某个角落里响了起来。 那不是我的手机铃声,但很熟悉。 我没管他,可他却一直想,一直想。 我有些烦躁,于是起身,翻找,最后在床底下的箱子里找到了声源。 是款iPhone7。 那是我至少三年没用过的旧手机,还有电。 我将那手机捡起来,赫然发现,那来电显示的名字是邱小玉。 你好,我接起电话。 嘿,为什么不叫亲爱的? 我愣住了。 声音是小玉的,接起电话,叫亲爱的,这规矩也是小玉的。 喂,亲爱的你说话呀,那边催促着。 你是谁? 哈哈你有病呀,我是你女神大人。 他调皮的语气,绝不会出错。 李同,你等会帮我撒个谎,他仍自顾自说着, 哎,你等一下啊,我接个电话,滴的一声,那电话挂断了。 我缓了好一会,赶忙检查那手机,百分之二的电量。 没有SIM卡,没有讯号。 最近通话里,只有一条邱小玉。 我用那iPhone7拨回去, 却发现,因为没SIM卡,那手机根本没法拨出电话。 而用自己现在的手机拨回小玉的号码,则和这四年以来一样,没人接听。 他的手机卡,早已被我收纳起来,和他的许多遗物放在一起。 忽然,那iPhone7又响了起来。 我一边接起电话,一边插了电源线。 喂,李同,你下飞机了?下飞机? 是啊,从上海飞回来的飞机啊,你不是晚点了吗? 小玉,你在哪?我在Datrick要业的酒会啊。 我的女友邱小玉,是知名记者。 2018年的7月14日,我和团队在上海开研讨会,正飞回申城。 而他正参加我师兄任职的要起的新闻发布会。 发布会结束,他作为记者,又受邀参加了发布会之后的酒会。 离开酒会之后,18点40分,他出了那场车祸。 这些信息,我一辈子不会忘。 小玉,你那边,我是说,今天,几月几号,电话里,我问了最重要的问题。 扑,今天恋爱纪念日啊,你大爷的你敢忘,哪年的,第三年的啊? 所以,是2018,你怎么了? 飞机上喝酒了。 小玉,我在,2022。 听见他所在的日期,我整个人都在颤抖。 我想立刻和他说,我好想他,这四年,我生不如死。 可我逼着自己冷静。 因为我意识到,2018年的7月14日,正是他的死期。 而这痛跨时空的电话,或许,能救他。 我的脑子还在混乱,而小玉又开口了。 可这次,语气完全不一样了。 哦,你下飞机了。 想我啊,我也想你啊,但是你师兄不放我走。 他忽然抬高了声量,显然这句话是说给另一个人听的。 我立刻明白,刚才他说的帮我撒一个谎是什么意思? 我师兄不放他走。 我师兄在他身边。 你让我师兄接电话,我说着,似乎已经明白了大概。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,接着,传来了我师兄的声音。 为李同,这么大的雷暴,飞机正点,是啊,让小玉先走吗? 恋爱纪念日,我要请他吃大餐,师兄沉默了一下。 李同,你的声音很憔悴啊。 接着,那手机就被小玉抢了过去。 好了,多谢亲爱的,我等会再和你说,你先别挂断,你别去。 哎呀,我有急事等会说哈,怪,青山路。 你别去青山路和文朔路交界,会出车祸,我吼着,可他挂断了电话。 我却信。 他挂断时,我没说完最后那句话。 我恨不得抽自己,没将这句话第一时间告诉他。 而且,他似乎很着急,不知道会不会在意我的提醒。 之后的十几分钟,我没法再联系到小玉。 那十几分钟,难熬至极。 天空阴云密布,雨是滂沱,云层之后,雷暴蓄势待发。 我不断盯着时间,是8点29分,是8点30分,是8点31分,如果那个时空,时间和这里是同步的,那么很快,小玉会死鱼,等等。 不经意间,我忽然瞄到了桌上的一张纸。 那是和救手机放在一起的,小玉的尸检报告,被我一并发了出来。 窗外一道闪电,将整个室内照亮。 我清晰地看到,那张尸检报告上的字,缓缓变化。 原本死于车祸的字样消失了。 取而代之的是,19点10分,遭遇匪徒袭击,重伤,流血过度而死,小玉的死亡原因,变了。 雷声轰鸣,在半空炸响。 我叫邱小玉,是名调查记者。 2018年5月,我查到Dedric药业某一批次的新生儿已干疫苗不合规。 具有极高的心脏毒性,造成了过高比例的接种不良反应,以及死亡,超过200起。 而这批疫苗,仍在生产、运输、接种。 这件事,在我之前,很多人都知道。 但没人报道。 为什么? 因为Dedric是美股上市公司,市值上百亿。 记者圈里有句话,邻里之间的纠纷,追查到底,资本家的黑幕,碰都别碰。 可是啊,我眼里不容沙子。 恶心的是,无分大小,我看见了,就忍不了。 2018年7月14日,Dedric药业慢病新药的新闻发布会。 药业的市场总监高磊,也是我男友的同门师兄,非要让我参加。 我知道,Dedric药业已经知道我在查什么了,想和我套近乎。 会上,我没有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。 不是我给面子,是因为我在等一份报告。 中医药大学孙教授团队的权威药品检测报告,报告会证明,那疫苗在杀人,在杀新生儿。 可那报告,迟迟不到。 发布会之后的酒会上,我忍不住了,想要直接去孙教授的实验室。 但高磊和他手底下的一群医药代表,个个端着酒杯,要找我聊家常。 没办法,我打电话给男友李同要了一个掩护。 亲爱的,你等会帮我撒个谎,正在这时,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 是孙教授。 哎,你等一下呀,我接个电话,我挂断李同的电话,接通了孙教授的。 邱女士,你调查的没错,搭这吊液,在谋财害命,孙教授您在哪? 我立刻过去,快点。 这件事太大,别告诉任何人。 我又给李同打了一个电话,借着她的理由逃离了那场酒会,接着立即驱车前往了孙教授的住所。 那天的雨很大很大,雷声阵阵,连绵不断。 车子上了青山路,忽然一道闪电,将我近旁的一棵树直接劈断,我突然有一阵不好的预感。 这才想起,挂断男友电话的时候,似乎听见他大声跟我说青山路和文朔路怎样怎样。 可当时,手机已经远离了耳朵,我根本没法听清。 青山路,文朔路,车子仍然向前开着,一个十字路口,绿灯已经开始闪烁。 我赶时间,立即踩了一脚油门,却忽然看见路牌上写着,文朔路。 这里是青山路,文朔路的交界口。 交界口,车祸。 我猛然想起了那通电话的最后几个音,本能地猛踩了刹车。 就在此时,一辆巨大的货车从我车前呼啸而过。 近地直接刮碎了车子的保险杠,在车头擦出了火星。 那货车在不远处停下,司机探出头来,看了我一眼。 那眼神没有歉意和惶恐。 反而,满是凶恶。 那货车开走后,我平复了心情,这才想起老公的那通电话。 他难道,知道我会有车祸? 但我来不及细想,时间紧急,重新踩了油门奔向孙教授的别墅。 到他家门口时,雷雨更大了。 按门铃,门开。 孙教授邀我坐到大厅,为我沏了杯茶。 邱记者,你在这等会,我去楼下把详尽报告拷贝出来给你。 报告还没准备好吗? 我有些莫名其妙,电话里,他明明很着急。 实验室在境外,传书有点麻烦,他带着歉意笑了笑, 缓步走向地下室。 我喝了口茶,终于不再焦急。 此时才想起给李同再打一通电话。 可电话刚接通,他就急切地问我,没事了对不对? 你躲过车祸了是不是? 我被问得愣在哪? 说话呀,小玉。 你躲过车祸了,你怎么知道的? 李同,你怎么知道,会有车祸,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。 小玉,你先告诉我,你现在在哪? 在做什么? 他的声音仍然焦急。 你,你怎么突然问这个,有人要杀你? 小玉,有人要杀你? 我顿了一顿,本能地想,不该将他扯到这事情里。 哈哈哈哈,怎么会,我强颜欢笑? 秋小玉,别再瞒我,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重。 你叫人家全名,别装了,他打断我。 这几年,乖巧女友,你演得很好。 但我一直知道,在外面,你做事很疯,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。 秋小玉,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,你听好。 你,你会在十九点十分左右,死于匪徒的袭击? 啊,具体我也不清楚。 但,这是你尸检报告上写的。 李同你在说什么? 我在说,你会死,很快就会死。 因为这通电话穿越了时空,他语速极快,但每个字都很认真。 你在二零一八年,但你在跟二零二二年的我交流,明白了吗? 我在未来。 我的这个时空,到这里,他忽然停了好一会。 李同,你说,我在听,在我这个时空,你已经死了整整四年了。 沉默。 求求你,他在开口时,已经哽咽。 小玉,求求你,相信我。 我看了眼手机,发现刚刚过了十九点。 窗外,雨是滂沱,雷声愈发猛烈。 我将所有的事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 忽然,心里涌起一阵恶寒。 我用手照住了嘴巴和听筒,用极小的声音说,李同,这么说,我已经在陷阱里了。 说着,我巧声走到了地下室的楼梯口,蹲下去,试着透过楼梯与地下室天花板的一丝夹脚,窥探孙教授的行迹。 可通过那缝隙,正看见一个穿黑色羽衣的男人,站在孙教授的身后。 他一手捂着孙教授的嘴,另一只手,拿着刀子,已经捅进了孙教授的后腰。 孙教授挣扎着。 而所有响动,都被窗外汹涌的雷雨声掩盖了。 我紧咬住牙齿,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来。 李同没骗我。 我会死在这儿,我真的会死在这儿。 我起身,离开那楼梯,无声地大口喘息着。 眼睛已经不自主地流出眼泪,被我迅速抬手擦干净。 我知道,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 李同,我轻声唤着,同时一小步一小步地退回到厅里,用尽全力让自己冷静,让自己别颤抖得太凶。 李同,孙教授,被杀了,知道了,他叹气。 所以,你已经在那个孙教授的家里了。 是,你在什么位置? 大厅。 凶手在什么位置? 地下室,很好,你在那里相对安全。 神,什么,根据报告,你是死在别墅的小区,是户外,他的声音很镇定,让人心安。 所以,虽然荒谬,但我认为你始终待在别墅里,更容易活下去。 你是说,我不逃,相信我。 不逃,我深吸了一口气,似乎,也冷静了一大半。 你说吧,我该怎么做? 忽然,整个屋子的灯,全部熄灭了。 那人,关了电闸。 小妞,你在哪呢? 尖锐地喊声,从地下室传来。 你现在跑到门口,打开一楼的大门,然后脱掉鞋子,门一打开,风雨声大了数倍,我赤脚的脚步声,立刻引去了。 我意识到,这样做会让那凶手以为,我已经逃出了别墅。 然后折返,用最快的速度上到二楼主卧,到了告诉我,我脚下不停,立即折返,可刚踏上楼梯,那黑衣歹徒已经从地下室的楼梯走了上来。 我立即蜷缩在墙角,不敢动弹。 而他走上大厅的地面,第一时间望向了别墅大门,将我放在了视野盲区里。 他就这样,站在那儿。 那个瞬间,我离他的后背不足两米。 我捂住嘴,将手机的屏幕死死扣在衣服上,不敢泄露一丝光,偷偷将手机的声音调到底。 而他持着刀,左右扫尸了一下。 那一刻,我很清楚地知道,他的余光已经扫到我了,只是这别墅太暗,而我藏的地方,几乎是纯黑的。 无比漫长的三两秒钟之后,他终于快步走向大门,冲进了雨里。 而我不敢停留,立即跑上二楼左侧的主卧里。 李同,我到了,说完,我呼出一口气,这才发现身上已经全是汗水。 好,你现在去床头柜,里面有药箱,药箱第二层有几个未开封的二十毫升注射器,找到了。 我照他说的,将那注射器拿在手里,有很多安培瓶,抽哪一个,抽二十毫升空气。 我愣了一下,说,好。 然后,你打开主卧浴室的喷头。 那歹徒重新找回别墅,会明白你是在故意引导他搜查这间卧室,所以他的注意力八成会在二楼的另一个房间。 而你,我应该再上几节楼梯,隐藏在扶手边,等他走到二楼平台直接刺入他的颈动脉,注射针管内所有的空气。 小玉自始至终没问过我为什么知道孙教授家的样子,没问我这个计划有没有把握。 这可能是三年来的默契。 实际上,在小玉打来第二通电话之前,我早已根据试检报告到了孙教授的家。 2022年,这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样,估计因为死过人,一直空着。 我踹碎了玻璃闯了进去,将里面走了个遍。 电视柜上的摆件,酒柜上的瓶子,最靠谱的是锄刀。 但是,以锄刀的锋利程度和小玉的力量,根本没法刺出有效的伤口。 然后,我发现了注射器。 二楼主卧的床头柜里,有为开封的20毫升注射器,以及一些应急药物,显然是独居的孙教授为了防备心梗一类的突发疾病,设下的防备措施。 而这注射器,比刀子好用多了。 相对刀刃,针头更易刺入皮肤,针管长度不过一掌宽,便于迅速推药。 而想要用这东西杀人,不需要什么药物,在人体内注入空气就行。 如果小玉能刺中颈动脉,几十毫升的空气就能致命。 哪怕偏一些,空气栓色也足以引起剧痛,导致那凶手失去行动力。 可小玉打开二楼的淋浴喷头之后,我在时空的这一侧,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,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。 不见得,确实有风险更低的,只是不够有效。 不能让他逃冒,能,但出了别墅,为之更多。 那如果他死在这,怎么办? 如果他死在这,死在我的计划里。 我自杀陪他。 反正这四年,没他的日子,远不如死了舒坦。 李同,我听见小玉在电话那一头,轻声唤我。 别说话了,他快来了,就说一句,等会没机会说了。 他竟然,又恢复了那调皮的语气。 那快说,好喜欢你啊。 虚,他忽然要我晋升,之后便安静了下去。 几秒钟后,我听见了皮鞋顿重的脚步声。 嗤,嗤,嗤,嗤。 脚步声越来越大,越来越近。 隐隐的,我听见小玉手指握紧针管的微响。 忽然一声炸雷,竟然,同时从窗外和手机里传来。 雷声滚滚,绵延了数秒。 继而,窗外,手机里都安静了下去。 可是楼梯的扶手上隐隐出现了几道裂痕。 那是搏斗的痕迹。 半上,我颤抖着开口问, 小玉,你没事吧? 而手机里传来了一阵笑声。 阴雾,诡异。 他不在,这里,只有我。 那凶手的脚步越来越近,可我发现,自己已经不会再颤抖了。 我知道李同的这个计划有极大的风险。 可是,做调查记者这些年,有风险的事,我做得太多了。 那凶手很慢,脚步沉稳,似乎在发觉我没有逃出别墅之后,更加谨慎了。 我在脑子里迅速复盘所有计划,一遍遍预演自己的偷袭。 不一会,我听见他的脚步,已经上了二楼的平台,他没有着急行动,在那里站了更久。 忽然一道闪遍,将整个房内照亮。 他的背影被映照在远处的墙上,那影子大幅度地晃动。 他在,用匕首刺向楼梯的扶手后的藏身处。 那歹徒重新找回别墅,他知道你是在故意引导他搜查这间卧室。 所以,他的注意力八成会在二楼的另一个房间。 而你,我应该再上几节楼梯,隐藏在扶手边,等他走到二楼平台,刺入他的颈动脉,注射针管内所有的空气,等等。 怎么,不能藏在扶手边? 为什么,如果你是一个弱女子,藏在这里没问题。 我是啊,可是刚才,你用开别墅门的方式,耍了那凶手一次了。 他眼里,你不再是一个弱女子,而是一个有谋划能力的对手。 老公,你想说什么? 不能躲在这里,要把思维反过来,躲在最危险的地方,你让我躲在浴室,风险很大。 是啊,但我喜欢,他沉默了下去,这种时刻,安慰变得很多余。 但我还是开了口,李同,别说话了,他快来了,就说一句,等会没机会说了,那快说,好喜欢你啊,他顿了一顿。 我也是,李同预料得没错,那凶手这一次,率先刺向了楼梯扶手后的藏身处。 那是离他最近的掩体。 然后,他跟着喷头的声音,走进了卧室。 小玉,你没事吧? 电话里传来李同的声音。 而此时电话,被我放在了主卧床上。 那凶手拿起了电话,回复说,他不在,这里,只有我,他中计了。 这电话,是用来拖延时间的。 而我此时躲在浴室里,已经准备好了一切,花洒喷着水箱里,早被烧开的水,地上是被巨量沐浴露铺满的湿滑瓷砖。 砰! 他猛地踹开浴室的门,大步走了进来。 而我迅速将花洒对准了他的脸,他猛地嚎叫了一声,本能地躲闪,终于滑倒,右臂撞在马桶的岩上,发出实在的闷响。 一定很痛,但他竟仍然紧紧抓着匕首。 那也没办法。 那也不能放过这唯一的时机。 我猛地扑向他,骑在他的腰上。 只有这样,我才能确保他没法躲开我的针头。 皮肉被刺破的声音很轻微。 但我听见了。 一瞬间,他没撞到的那只左手抓住了我的手腕。 但我针管里的空气,已经刺入了他右侧的脖子。 二十毫升,颈动脉。 他愣愣地看着我,眼神阴森。 可等我缓缓起身,他已经无法动弹。 我注射的空气不多,只会让你暂时性瘫痪,呼吸循环受阻,头痛。 但是,你会活下去。 我从他颤抖着的手里抢走了刀子,起身离开了浴室。 你等警察吧。 对不起,是他们逼我,把你引过来的。 但报告,还在,我跑到地下室的时候,孙教授仍有气息,只是失血过多,眼看难以支撑了。 说完最后一句话,他缓缓抬手,指向天花板。 我拿到药检数据了,打给李同时,我很兴奋。 李同,有了这些,但这掉页一定会倒。 李同,可那边沉默着,说话呀,你的失检报告变了,没事啊,我们配合,什么都躲得过。 我是说,这整张纸都变了,他似乎在强撑着不让声音颤抖着,现在他成了一张失踪人口证明。 有警局的公章。 小玉,如果是失踪,就没有具体的死亡时间了,虽然早有准备,但听到他的话时,心里还是涌上了一股庞大的压抑。 嗯,没关系,李同,还不一定呢,我这不是还没死吗? 你现在就去警局,让警察保护你,我已经报警了,他们再来的路上,不行,你主动去警局, 越快越好,他着急的样子很可爱。 我于是走出地下室,准备出门开车去网警局。 可刚一出门却发现,远处,数量黑色奔驰驶入了小区正门。 我心里清楚,那是Dudget要业的爪牙。 荒郊的别墅区,他们竟比警察120都要快,他们终于不再留守了。 对了李同,你帮我查一下,在你的时空,Dudget要业倒了吗? 没有,别急着回答我。 你查一查嘛,我一直在盯着Dudget的信息,小玉,她还在,是吗? 而且市值比三年前,高了两倍,也就是说,我手里的检测报告根本没报道出去。 小玉,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,现在你要尽快去警察局。 李同,我逃不掉了。 Dudget出动了这样数量的人马,逃已经没了意义。 毕竟我手里的只是一通来自蔚来的电话,不是手枪。 我坐在了别墅客厅的沙发上,静静等着。 什么叫逃不掉了? 你什么意思? 李同追问着。 李同,我们聊慧天吧。 最后,聊慧天,她沉默了许久。 好,2022年,是什么样子啊?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,国际上好乱啊,但咱们挺稳的,尤其,哎呀,我不要听那些,我要听你发生的事。 我,我没发生什么呀? 你结婚了没? 嗨,没? 那你肯定谈心女朋友了。 怎么样? 有没有比我漂亮? 什么跟什么呀? 说嘛。 我们谁漂亮? 我们有心女朋友。 四年了,一个没有,没有。 哈哈哈哈干嘛? 忘不掉我呀。 对呀,小玉,恩我在。 哦,是不是后悔当年和我表白? 啊,后悔和我表白? 我和你表白。 是那天,你一早醒来就管我叫亲爱的,你少来。 前一天晚上凌晨五点你表白的,你做梦梦见的吧? 你不承认,你后悔了。 什么不承认,压根没有的是,你就是后悔了。 是不是? 后悔什么呀? 后悔和我在一起了。 后悔跟我这种人在一起。 说没就没了,不会后悔的。 不信,切,你爱信不信,那些车子,已经一辆辆,行驶到了别墅的正门口。 我知道,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 李同,其实我挺想和你过一辈子的。 我也想,虽然不喜欢孩子,但如果和你的话,生一个也不是不行,不生也行啊。 生啊,多好玩啊,我连名字都想好了,车子全部停稳后,下来很多穿黑色西服的高状男人。 鱼里,他们的队列黑压压的。 可笑吗? 百亿市值的企业,找了十几个一米九的打售,却只为了对付我。 这样吧,男的就叫子轩,女的就叫子轩。 小玉,就你这个名字,全国得有好几万个重名。 李同你再说一遍,但我觉得好。 嗯,我觉得特别好,特有内涵,我被他逗笑了。 不跟你贫了,白白,他们来了。 是,小玉,我,李同,我打断她,好喜欢你啊。 说完,我直接挂断了电话,删了关于她的所有记录。 别墅大门的锁孔,发出尺轴扭转的声音。 那些人迅速鱼贯而入,挡住了仅有光亮,像一群索命的鬼。 小玉挂断电话的那一刻,忽然,四周的景色全变了。 墙皮开始一块块的褪色,脱落。 所有的家具开始化为灰烬,扩散,凭空消失在原处。 十几秒之后,整个别墅的室内变得满是焦土,破败不堪。 继而,这别墅的承重墙也开始碎裂,瓦解。 天花板落下巨大的石块。 我迅速逃出了门,紧接着便听见身后巨大的轰隆声。 那别墅变成了一片废墟。 我愣在原地,很快明白,这是Detrit公司做的,在新的时间线。 新的时间线,他们杀了孙教授,并毁了整个别墅,销毁了一切证据。 而小玉,我再一次失去了邱小玉。 我呆力良久,雨水落在我的身上,却已不觉得寒冷。 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 我想要回想小玉的样子,却悲哀地发现,我已经四年没见过她了。 这通电话,像一场梦。 一场给了我希望的梦,却恶狠狠地让我重新一次失去它。 干嘛要做这场梦呢? 警笛声,有远极近,将我的思绪打断了。 两辆警车停在我身前。 接着,几个警察迅速下车,扑上来,在我没做出反应之前,将我按道,反减了双手,戴上了手铐。 最后,下车的人我认识,是当年在警局揍过我的警察。 此时,他有了更高的官职,正打着伞,抽着烟,在远处戏谑地看着我。 李同,四年前,我还真没怀疑你,他露出凶狠的表情。 还他妈真是你杀了邱小玉,我被嫁祸了。 更可怕的是,我和小玉的通话改变了时间线。 而关于新的时间线,我没有任何记忆。 直到警方拿过我的卷宗,我才发觉,自己已经成了Detri公司的一员。 入职时间,2018年6月,邱小玉死去的两个月前。 我成了仇家的一员。 这记录显然是伪造的,可是,伪造的记录存留了四年,自然就会变成真的。 那警员扔了几张照片给我。 小玉躺在浴缸里,沉睡着,像以前每次看剧看到睡着时一样。 可他周身裸着,遍布骇人的伤痕,手腕上的伤口深可见骨,血染红了整池水。 三年前,邱小玉记者失踪,你来警局。 我说我们立案了,但是没留下什么痕迹,很难查。 当时,你在警局骂我,还记得吗? 那刑警叼着烟,指了指自己的左脸颊,还打了我一拳,我记得被你躲开了。 没,你动作很快,小玉不是我杀的,去你妈的里头,你真他妈恶心,她将那烟直接弹在我脸上,当年你报案。 表现得那么痴情,一边骂我一边掉眼泪,闹警局。 当年队里所有的女警都他妈跟我求情,说别追究你袭警的刑事责任。 现在我明白了,你所做的一切,不过是故意卖给我们的破绽,我再说一遍,小玉不是我杀的,你这破绽好啊。 没有罪犯敢袭警,没有罪犯敢像你一样嚣张。 于是我们所有人都预设你是无辜的,带队搜你家的时候,没人认真,都在走过场。 现在我明白了,你正是靠着这个破绽,瞒天过海。 现在四年了,所有证据,以及邱小玉的尸骨,早被你销毁得一干二净,我曹你妈呀。 你他妈聋了。 小玉不是我杀的,那是谁杀的,他猛拍了桌子,说啊,他凶狠地吼着,而我陡然发觉,自己除了苍白的否定,什么都说不出来。 这条时间线,关于邱小玉死后的四年,我没有记忆。 你真觉得,我们什么都没查到,就去抓你的事吗?那警察笑者,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你不说,我帮你说。 2018年3月,Datrick公司的疫苗事件,据传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婴儿因此夭折。 但当时新闻被压得死死的,Datrick公司,美国企业,百亿市值,没人敢碰,除了你的女友邱小玉。 于是,2018年5月,他开始调查Datrick公司,他当时25岁,做事很疯,不懂得隐藏。 很快,Datrick公司的上层都知道了。 可奇怪的是,Datrick公司没动邱小玉,却在6月份,邀请了你,作为他们公司慢病新药的高级研究顾问。 当时你才29岁,根本没资格做高级顾问,为什么找你? 一个月之后,7月14日,邱小玉失踪了。 当然,其实不是失踪,是一场谋杀。 2018年7月15号凌晨3点,你下了飞机,一共杀了两个人,医药大学的孙教授,你的女友邱小玉。 其中,你对邱小玉进行过长时间的殴打,并在最后将其割腕并放在浴缸里。 浴缸的水温会影响法医的尸般检测,你试图以此伪装成一个自杀现场,但你很快意识到,你没法解释他身上的那些伤痕。 你意识到,想要真正掩盖一切,只能清除所有痕迹,包括尸体。 于是,你将邱小玉的尸体肢解,抛尸,清理了自己的公寓,并做得极其漂亮,让警察没法查到任何线索。 接下来,2018年7月16日,我们见面了,你演了一出袭警的戏码,用另一次违法,遮盖了你的滔天罪行,四年了。 李同,这案子在我心上压了四年,终于让我在你扔掉的旧硬盘里,找到了这张照片。 新建日期2018年7月15日,李同,什么人会把一张尸体的照片藏在电脑里四年? 整整四年,他凑近我,眼睛几乎成了红色,似乎想要一口吃了我,只有凶手。 这是警方行真的不二手段,用证据演绎出犯罪事实,同时,给予嫌犯最大的压迫。 他做得很漂亮,所有的证据全被合理应用,时间精确,动机明朗。 而且,情绪到位。 可是,周野周警官,我有破绽帽,他愣了一下,你说什么,我笑起来,因为我从他的审讯表现里,发现了一件很有利自己的事情,他不是戴水的人,绝不是。 周警官,这四年,我也一直在追查邱小玉的死。 为此,看了很多刑侦方面的书,是吗? 所以,我的推理怎么样?很精彩,但你我都知道,这些推理,不过是个诱导,何以见得? 他起身,新点了一根烟,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 周警官,你很清楚,那些证据的真实性存疑。 照片,我的入职记录,都是你近期才找到的。 你用这种证据去拼凑的故事,没法直接破案的,只能用来。 诱导我露出破绽而已,诱导你。 他轻笑,我何必呢?因为我确实有嫌疑,而你想要相信我,就必须证明我在你的审讯压迫下,毫无破绽。 他抽着烟,不再说话。 周警官,你也想扳倒Datry吧? 沉默。 许久的沉默。 而后,我看见他回身,关了一直对着我的DV机,拿起椅子,斜着抵住门,将已被卡在了门把手处。 这是警队里的很常见的动作。 堵门,然后便是揍嫌犯。 果然,门被卡住之后,走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 接着,是剧烈地敲门。 他们喊着周也的名字,警告他不能动粗。 可他没理睬,静止走向我,按住我的脑袋,猛地砸在审讯桌上。 砰的一声,我的眼前一阵眩晕。 李同,你他妈把我当傻子啊。 周警官吼叫着。 哼! 我的头再次撞在审讯桌上。 这次更精准,我的鼻梁瞬间传来剧痛,接着,那痛感蔓延到整个脑子。 我本能地仰着头,血液从鼻子里大鼓大鼓地流出,疼得没法说话,甚至没法呼吸。 而周警官走到我身侧,大手一把抓住我的脸,手掌扣着我的鼻子,猛地向下用力。 这次,痛感像针,数百根针。 我惨叫起来。 手背手铐固定在桌子上,根本没法还手。 持续了十几秒,他终于停下来。 我大口喘着气,看着血液染透了整个前胸。 他大声警告着,李同你赶紧坦白,不然,打人这种事,我喜欢得不得了。 说着,他又拽住了我的头发,眼看就要向桌子撞去。 我说,我吼着,我说,我都说,说什么你应该说什么? 他高声质问着。 说藏师弟,邱小玉的藏师弟,2022年7月15日的凌晨一点钟,我被押往深城的近郊。 警车在荒林外停下。 周夜和两个府警一同压着我,进入荒林,找了一片空地。 就这儿,就是这儿,哇。 周夜说完,两个府警便在凌晨一点半中,拿着两根铁锹开始挖地。 可是半个小时后,只是造出了数个半米深的土坑,什么都没挖到。 你他妈到底却不确定啊,绝不会错,哥俩半条命都没了,尸体在哪呢啊? 那两个府警已经累得直不起腰,而周夜在身旁,用手肘暗暗碰了下我,接着往前走了两步,将后背留给了我。 你们俩这就不行了,平时练不练体能啊,我知道,他在提示我,现在逃跑。 确定想好了吗这样,你会成为逃犯,这是周夜在审讯室里给我的警告。 想好了,这是我唯一的机会,周警官,你也想扳倒呆垂吧。 审讯室里,我问出这句话后,周夜足足沉默了十几秒。 接着,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DV镜头前,用极轻微的声音问我,凭什么信你?凭什么信你? 他重复着他的问题,我指了纸桌上的照片。 邱小玉,我巧声回答他,我有,邱小玉的,所有调查数据,调查数据,对,给警方,给我,不在我手上,在Datry手上,Datry没销毁,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份数据,所以我要去夺回来。 反正你们不敢动Datry,你敢,我敢,为什么?因为我没想活,他沉吟良久。 演场戏吧,李先生,我关了视频记录,在隐蔽监控下面演场戏,他回身按了DV,拿椅子卡住了门把手。 可能,会有点疼,他的声音,第一次变得柔和。 我说,死都不怕,确定想好了吗?这样,你会成为逃犯,想好了,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 扳倒Datry的唯一机会,为小玉复仇的唯一机会,荒林的空地上,我猛地转身,不顾一切地狂奔。 跑出十几步才听见周也在身后叫嚷,草。追,我没向后看。 我知道,周也不会尽力追赶,而另两个辅警又被他耗尽了体力。 这片空地离警车不过三百米。 这个距离之内,那两个辅警没理由能追上我。 我冲到警车边,坐进了驾驶座,扭动留在锁孔里的钥匙,发动汽车。 一个辅警握住门把手的同时,我顺利启动了车子,扬长而去。 驶上大路后,我在后排的垫子上找到了周也留下的钥匙,拆了手铐,将油门踩到了一百二,驶向太子路。 那里有一间夜店,是高磊每晚必会流连到清晨的地方。 对我进行如此完整的嫁祸,只有一个人能做到,就是我的师兄十年老友,高磊。 找到高磊的时候,他正在夜店的厕所隔间里,和另一个年轻女郎私会。 拖一件,一只爱马仕,怎么样,隔着门板,我听见了他的声音,一整晚的怒火,再也没法遏制。 我踹开门板,指着那少女,说,滚,兄弟,你怎么来了,高磊提着裤子,酒还没醒。 我关上门,缩紧,在一旁的纸盒里,抽了至少一米长的卫生纸,卷在手里。 张嘴,我说,兄弟,到底怎么了? 我没了最后一丝耐心,抬手捏住他的两腮,将那卷侧纸猛塞进了他的嘴巴,接着从后腰抽出紧用的刀子,插进了他的大腿。 他发出闷叫,双手胡乱挣扎着。 别动,别动,我提醒着。 他不听,仍然挣扎。 我愈发烦躁,于是拔出刀子,向着同一道伤口,重新刺了下去。 再拔出,再刺下去。 第五次的时候,我感受到了刀刃传来的坚硬阻力。 那是他的颓骨。 别动,行嘛师兄,别动,他满脸都是鼻涕和泪水,但终于听话了。 我怕你求救,只能这样,我帮他擦了下泪水,看着我,看着我,接下来我问你, 你点头或者摇头,明白吗? 他猛地点头。 骗我就不止这条腿了,明白吗? 他愣了一下,再次点头。 好,先问个简单的,我的硬盘是你动的手脚。 他盯着我,眼泪更凶了,头却不敢动。 别害怕师兄,这是最简单的一题,他的头仍然不动弹。 于是我手里的刀刃在他的腿上,逆时针扭动了45度。 我的硬盘,是不是你动的手脚? 回答我。 他抽出了好一会,终于点了点头。 很好,师兄,很好,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,邱小玉是不是你杀的? 求求你了,说吧,那数据在哪? 浇醒我的水,放了很多眼。 身上的每一处伤都在那水的刺激下,重新灼烧。 我把牙齿咬得和身上一样痛,仍然没法忍住尖叫。 当然,也没法回答高磊的话。 小玉,他捧起我的脸,我在帮你,你懂吗? 我被他们重新带回了Dudget的大厦。 只是这次,不是一片祥和的酒会。 而是顶楼的私人实验室,在这种地方,他们能做任何事。 小玉,告诉我那数据在哪? 我去求总裁,让你活着。 我不想对不起李同,高磊,你想说什么? 你快说,现在,几点了呀? 三点钟了。 小玉,你已经应了六个小时,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。 三点了呀,那李同应该下飞机了。 他还说今天有惊喜给我呢? 你猜会是什么? 高磊的表情变了,似乎终于不耐烦了。 他起身,向后退了几步,对身后的几个黑衣男人摆了下手。 那几个人走上来,换了花样。 是几把电棍,由小臂长短,顶端的电弧不断跳跃,发出剧烈的琵琶响声。 小玉,我只是替人做事,说完,高磊背过身子。 终于,那电弧在我身上炸开了。 痛得,像是好几道铁棍贯穿我的身子。 我不知道他们按了多久的按钮,只感觉,每一秒,都像一年那样长。 很久,很久很久之后,仅有的一小块清晰视野里,我看见高磊摆了摆手。 那电机停了下来,可我浑身的肌肉仍在不自主地抽动,叫声完全哑了,很难听。 好一会,才终于软倒,看着自己的眼泪和血液滴滴跌落。 现在的我,一定愁死了,不过还好,李同只会记得我很美的样子。 小玉,你撑不住的。 说吧,那些数据在哪儿,我抽气着,没力气说话。 他是对的,我守不了多长时间了。 高磊等了一会,不耐烦了,再次挥手,那些黑衣人又一次逼近,电棍发出刺眼的光。 停手,忽然那实验室的门开了,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 怎么能这样对待邱小姐呢? 高磊拼命晃动着脑袋,嘴里发出乌叶声。 我明白,你没杀小玉,但你不是没动手,她的动作停了下来。 高磊,他死的时候,你在现场,是吗? 他缓缓点了点头。 他,没死在孙教授的别墅,他点头。 他死在了你的公司里,他点头。 而他的死,孙教授的死,自然都是你老板的命令,他点头。 是你的老板命令你将小玉带回公司,亲自逼问,他点头。 所以,小玉是他亲手杀的吗? 他愣了一会,点了点头。 我闭上眼睛。 得到这种答案,宛如看见小玉死在自己面前。 邱小玉记者,我们终于见面了。 Dedrick的总裁柳石成将一件西服披在我身上。 除了一描,关于Dedrick你还在调查什么? 你隶属的山南周刊,还有多少人在调查这件事? 还有,那份数据,到底在哪? 他搬了张椅子,坐在了我对面。 邱小玉记者,你放心,如果你合作,我可以支付巨额的封口费用,并且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 还有你的家人,吹牛呢吧? 我忍遮身上的剧痛,挤出了一个笑容。 Dedrick不是你的公司,是美国公司。 所有的决策,包括制备低劣疫苗,暗沙孙教授,都是你美国主子受益的。 如果这件事你处理不好,赔了美国股民的钱,很可能会被你的主子调去南亚,或者非洲。 你保证我的安全,我忍不住笑出声来,却瞬间牵动了身上的伤口。 柳石成先生,你拿什么保证啊? 他靠回了椅背,双手插在胸前,随着喘息,起伏着。 邱小玉,我说,我能保证你和家人的安全。 你不信,他拿出了手机,放在腿上,那如果我说,我能杀了你和你的家人呢? 此时,他的手机响了。 他接通,点了公放。 刘总,我们随时可以做事,你们到哪了? 宁航市西江区,学富路43号,锦福院小区,6号楼二单元,1004。 哦,到邱小姐的老家了呀,你敢动我父母,我吼着。 柳石成没理我,对着电话又问,你们准备怎么做呀? 我们刚刚切断了这栋楼里的监控,之后会撬锁进门,切开天然气软管,五分钟之内可以完成一切。 柳石成满眼得意,等我的命令吧。 他挂断电话,邱小玉记者,现在,可以说了吗? 我浑身都在抖着,缓了很久。 可以,可以说,太好了。 但是,要这么多人在场吗? 柳石成抬手,让高磊和一众手下离开了实验室。 我用眼睛扫了下捆在身上的绳子,你就这样和我谈合作吗? 他微笑,起身,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。 我缓缓开口,你们Datter公司,哪只是疫苗一件事啊? 婴儿护肤品含有糖皮质激素,保健品添加降压药成分,肾病药物干毒性过高。 你们的事情,还很多。 我猛地拔出高磊腿上的刀子,抵在他的喉咙上。 接着,拔出了他嘴里的侧纸。 是你老板,杀的邱小玉。 不然呢,高磊哭喊着,除了他这种美极的,你以为我们真敢杀人? 他在哪? 高磊盯着我,你斗不过他的兄弟,少他妈叫我兄弟。 你老板,Datter公司的老总在哪?忽然,我身后的门板被再次踹开。 找我? 接着,我的后脑受了重重的一击,像是能将头骨震碎。 我倒在地面上,恍惚间看见一个中年人蹲在我面前,把玩折我的刀子,看不出来出手挺狠啊。 柳诗诚? 我问道。 李同利博士,我监视你四年了,你怎么才想起来找我啊? Datter大厦的顶楼,一间小型的实验室里。 他们将我绑在了一只椅子上,柳诗诚告诉我,是啊,邱小玉是我杀的,但杀之前,我们玩了他六个小时,他将一个iPad架在我身前,点开了一个视频,将亮度和声音都开到了最大。 那是邱小玉被逼供的录像。 残叫,哭喊,电流炸裂的声响,即使闭上眼睛也躲不掉。 我疯一般地挣扎,绳子在身上刮出血痕,我想要咒骂,可他们早已捂住了我的嘴。 那视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,而我的愤怒让我几乎历劫。 然后,柳诗诚拿了一只羊角锤。 李博士,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,但这正是我想要的。 你很快会发现,无论自己多愤怒,都没法对抗我们,我不急着问你,但我会摧毁你的所有意志。 但是,等你绝望的时候,自然会告诉我,数据在哪,他叫手下按住我的手,然后对准手背,高高扬起手臂。 骨头碎裂,肌肉瓦解。 血液被那锤头带起来,扬在半空中在落下。 干脆,利落,毫不迟疑。 我知道小玉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了。 我知道她为什么命都不要,也要揪着呆锤不放了。 这群人,是恶魔。 你们Dudgett公司,哪只是疫苗一件事啊? 婴儿护肤品含有糖皮质激素,保健品添加降压药成分,肾病药物干毒性过高。 你们的事情,还很多,很好,我要的就是这些调查。 我可以提供费用,但你们要闭嘴,我当然可以闭嘴啊。 但我只查了疫苗,我说的是其他人的调查。 谁在调查,那我们不清楚,我们这行竞争激烈,他们在调查的事都很保密。 那你刚才说的,倒听途说呗。 不过看你的样子,这些事都是真的。 邱小玉,你耍我,我没耍你啊。 我确实知道不少事情,但咱们要慢慢谈啊。 你知道什么全都告诉我? 我知道很多呀。 就比如,你,我,你的出身,你的过去,你的内心,邱小玉。 你查过我,你是香港生人,父亲早逝,母亲经人介绍,嫁给了一个美国人,九十年代。 所有人都以为美国是天堂,但你到了才知道,那美国人不过是个蓝领。 你住的地方和黑人社区一揭之隔。 你要受白人欺负,也要受黑人欺负,晚上还时不时遭到你继父的家暴。 邱小玉,你不该说这些,但你很聪明,考上好大学,全额奖学金。 后来,进了Dudgetc要业,回到中国做了华南区的老大。 一下子,成了人上人了。 邱小玉,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调查记者,也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女人。 但如果你还不闭嘴,你本来想赚够钱,把你的母亲接回来,再申成你买了两套别墅了。 可一切就绪,你的母亲却在纽约,自杀了,她愣了一下,忽然掐住了我的脖子,将我直接提了起来,按到了身后的实验桌上。 邱小玉,你敢羞辱我,她大吼着,终于发怒了。 时机刚好。 我一把抓住了那实验桌上的酒精灯,砸碎在她头上。 她被酒精刺激了眼睛,抬手去擦。 趁这一丝空荡,我抓起那酒精灯的一块残片,直接刺向了柳石成的脖子。 可她反应奇怪,脖子堪堪被划出了一丝血迹,便立即按住了我的手腕,扭转了一百八十度。 手腕断折的瞬间,那锐利的残片已经被她夺在手里。 她利落的一仰手,划破了我的脖子。 锐痛,一闪即逝。 我感受到暖流汹涌的从颈部喷出,转瞬带走了我的全部力气。 怎么样啊,李博士。 又手被烂掉之后,柳石成停下了锤子,浑身被汗水浸透,精致的发型完全散乱了。 她扯开我嘴里的布,四年前邱小玉的调查数据,在哪儿,告诉我,我被剧痛折磨得一直在颤抖,于是,她扇了我的脸两下。 李博士。 数据在哪儿,我看着她癫狂的神情,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,什么呀? 你害怕小玉,你怕急了,她盯着我,眼睛眯起来,你在嘲讽我。 不,我想告诉你,我不是小玉。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,那东西在哪儿。 但我有一个条件。 看见我脖梗的鲜血,柳石成吓得退后了两步。 你,你就是想要死,她颤抖着说。 是,我就是想死。 柳石成发迹之后,学过多年的防身术。 而我在激怒她的时候,就已经想好了利用她本能的反制,结束自己。 当然如果她的防身术太差,我也会找出新的空荡自杀,只不过,很难下手。 我就是想死。 死在这,才能让Dudget的人安心,才能让我的家人,以及李同,真的免于麻烦。 并且,这是我带出那份数据的唯一办法。 这就对了。 李博士。 提条件才是明智的,你要钱,还是要房子。 我告诉你,数据在哪儿。 你告诉我,小玉在哪儿,你说什么,小玉的身子,埋在哪儿,她愣了一下,重要吗? 我本来想娶她,但你把她杀了,现在,我想和她埋在一起。 你说,重不重要。 叫救护车,叫救护车,柳石成喊着,邱小玉你不能死。 你告诉我,柳石成跪在我身旁,不断吼着。 可我听不清了,事业四周涌起黑色的潮水,慢慢向中央逼近,困意愈发猛烈。 最后,我陷入纯黑之中,脑海里只剩下一些遥远的声响。 等我回来,给你个特大的惊喜,那是前几天,她飞去研讨会之前,跟我道别时候的承诺。 不会后悔的,你爱信不信,那是她在未来,对我说的话。 做我女朋友吧,那是几年前的深夜,对我的告白。 李童,好喜欢你啊。 笑什么?李博士,很好笑吗?原来是那儿啊,你们竟然把他埋在那儿,我笑着,那人公湖,我还和他划过船。 好了,现在告诉我,数据在哪儿,你刚刚告诉我了,我刚刚告诉你。 是啊。 那份数据,一直都在邱小玉的身体里,他从孙教授的别墅出来之前,吞了幽盘,柳石成愣了一瞬间,忽然大喊,所有人去找尸体,来不及了刘总。 你们快不过警察,你,你装得窃听器。 不可能。 我搜过你的身,不在我身上,我指了指一旁刚刚包扎好大腿的高磊,在我师兄那儿,就揍他的时候,顺手,实验室的门被猛地撞开。 几个警察闯了进来,而周也叼着烟,以很酷的姿态,最后进了门。 柳石成,你他妈完蛋了,警察纷纷举枪,在枪口之下,竟没人敢做一丝反抗。 所有人被铐上之后,周也解开了我的绳子。 他说看不出来,你是真拼啊,赶紧去医院吧。 我说你能不能再借我一只手铐? 干嘛? 听说手铐揍人,很疼,疼。 疼那还得是仰脚锤啊。 别打死熬,不然算防卫过当。 那天,一共三个警察帮我按着柳石成,先后打断了他几条肋骨,右手腕和左腿颈骨。 后来周也不让我继续了,说至少让他能拄着拐杖出庭。 我知道那是借口,他是怕我哪一刻忍不住下杀手。 凌晨4点3刻,周也接到同行的电话,说小玉的身体从湖边的绿化袋里打捞了出来。 法医在现场直接取出了那块U盘,因为是铝合金全包裹形质,里面的内容几乎完好无损。 周也问我,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? 我说不冷,他的尸体我见过一回,不想再看了。 他大概也不希望,我见到他那副样子,他于是送我到医院处理了伤口,又将我送回到住所。 路上他问,为什么四年之后突然得到了线索? 我说,你不会信,是邱小玉告诉我的。 他说,我信的。 离别时,他跟我进了个军礼。 我回到家,看见地上仍然散落着邱小玉的遗物,便忍遮周身的酸痛重新整理。 收纳好一切,最后是那部手机。 和黄昏时,我刚翻出他的时候一样。 百分之二的电量,没有SIM卡,没有讯号,就好像什么都没变。 可其实,什么都变了。 我没再为他充电,将他一并放在箱子里,盖上盖子。 暴雨停了,奇迹已经出现过了,只是,我仍没能救他。 手上的伤口发出刺痛,原来,是绷带被泪水浸透了。 丁,短信的提示音,无论是谁,我现在都不想理。 可是,丁,这是,那部旧手机的短信提示。 他还在接收信息,除了他,还能是谁的信息。 邱小玉的信息,2015年7月15日,失眠了。 这个时间你肯定睡着了。 但我有件事要跟你说,唉算了不说了,怕说了会失望。 其实你挺笨的李同,得嘞,你好好睡吧,周末见。 邱小玉,2015年,发完第二条短信时候,我使劲拍了两下自己的脑袋。 太羞耻了。 我还主动给他个死猪头发短信。 说实在的我表现得还不明显吗? 他姓李的连续三个周末约我出门,我连续三周都出现。 并且,每次我都是前一天晚上敷面膜,大清早起来洗头化妆。 我不容易啊。 结果他就是不表白,厉害吧,就约我,就不表白。 但是他不表白,我也跟着失眠是什么剧情? 我还,我还发这种短信。 羞耻,这和直接说我喜欢你有什么区别。 等会,那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我喜欢你? 打电话呗,现在说呗。 可是,凌晨五点,他睡了吧? 睡就睡,吵醒了说。 2015-2022 喂,我去,李同你接电话了。 你还没睡,没睡,那正好。 李同,我现在要跟你说件事,一件很严重的事,还是我先说吧。 啊,邱小玉,我喜欢你。 我去,邱小玉,我这人嘴笨。 木讷,直男,有时候甚至看不出来你化没化妆,有时候也看不出来你生没生气,我知道我早就应该表的,但一直怕被你拒绝。 你好漂亮,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,我第一眼见你就喜欢你,却到今天,都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被你喜欢。 你管这个,叫嘴笨,这段话想了很久吗?一直不敢跟你说,现在忍不住了,对啊,太想你了,你才离开我几个小时呀。 是啊,才离开你几个小时呀。 那一刻我才终于知道,为什么邱小玉总是跟我说,是我先和她表白的,原来和她表白的是2022年的我,我也终于明白,原来让这部手机穿越的不是7月14日的雷霸,而是我对她的思念。 2015至2022,做我女朋友吧,好。 但是李同,你这声音,你是不是哭了?啊? 没呀,哈哈哈哈,你个大男人表个白还要哭,真没有,不信,爱信不信,那既然谈了恋爱,咱得立个规矩吧,以后打电话,要先叫亲爱的,没问题亲爱的,乖哦,但是,我也有个规矩,你说,如果有一天,你要暗中调查医药行业的话, 李同,你怎么知道,如果你碰了大型医药企业的恶性事件? 记住,我能提供检测数据,我所属的机构足够权威,我还比那些老教授机灵,最重要的是,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。 你,怎么突然说起这个?记住我今天说过的话,求你了,亲爱的。 我们又聊了很久,最后,他说一醒来,就要打给我,彼此说了很多声白白,才挂断了电话。 原来,我们是这样开始的,这次,我没跟他说我来自未来,没和他说死亡的事。 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,无论我多用力,多认真的去改变历史,都不能保证小于会回来。 如果,我真的救不了他,至少别破坏他那时的幸福吧。 末了,我贪坐在地上,虽然机会渺茫,可还是忍不住期待,期待眼前的事物能有一丝变化,就像每一次时间线修改时一样。 可是,许久,许久,整个屋子一片死寂,只等到天边微微泛红,光缓缓洒进屋子。 我忽然隐隐听见了,一声啼哭,一声婴儿的啼哭,那不是幻听,因为那啼哭正随着远处的光渐渐清晰明亮。 老公,我听见小于在喊,老公你在哪呢?你家子萱又闹了。